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已经是3月7号了 那么明天3月8号妇女节也是我们一起耍大牌的周年庆 今年这个周年庆在六点档安排了玫瑰盛典的特别节目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十点档节目则是玫瑰盛典的预选赛 参赛的四位女排手都是从海选当中晋级的 那么今天比赛当中获得前两名的选手将会晋级到明天的玫瑰盛典的正赛当中 来挑战董大师推荐的刘玲和扎先生推荐的张红彦 那么对于本场比赛 董大师你有什么期待呢 这四位女选手呢 应该说假如获胜的一方啊 是一个千载男分的机会 她将进入到年终的总决赛 直接入围 因为去年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位女选手 所以今年呢 加了这么一这样一位女性的选手 是总决赛呢 应该说是更加的好看了 有性别自在了 那么所以说呢 我希望今天的这个预赛呢 首先先选出两个比较优秀的选手 对 凑合跟明天的这个两位选手 平时来呢 再组成一场这个玫瑰的大战 明天的两位 两位大师推荐的选手 我们都知道水平非常的高 也希望今天晋级的两位排手呢 能够有旗鼓相当的实力 能够让明天的比赛充分精彩 那么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四位女将的发挥 好的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四位女将 一号选手胡文文 二号选手卢佳云 三号选手张静 四号选手张梅 好来期待他们的表现 卢佳云和胡文文啊 我们都非常熟悉 也多次来过这里参加比赛 另外两位女选手好像来的次数比较少 应该是刚刚从险下海险当中脱颖而出的 好我们看第一盘胡文文的两分 两分的起效是手里有两把炸弹 但是不进底牌并不理想 空调三张八多了一把炸弹 但是没有猫的 是啊 四七两框 排还是比较散啊 炸弹呢也是只有三把 能板降格 地主手上是飞弹飞机 三副呆对六 九副呆对K 好消息呢是三家农民手里也只有一把炸弹 所以三把炸弹可以拿两次排成 只能忍啊 哦看上去三把炸弹都是定位了 定位他手数多 嗯 首先他腹部打不通 嗯 他只有让农民先攻 攻到后面呢 再来发力 反正现在是按兵不动 五顺 看看要不要把两网炸弹开油掉 这样的话可以配两把输入勾弹的单飞再加一张漆 也就是三手派 中路这个排阙还是蛮麻烦的 正好是把两网输入 下家的这把皮弹副呆也是相当的讨厌 门板正好四张 看抠一手 他很难 抠成 他只有俯卤上面再去做文章 外面的两个 挡过他皮弹副呆的话呢 他就皮弹副呆打两接 这个呢 人家门板一张 所以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外面即使没有三核三张 只要有三张十他就输了 从牌理上说呢 应该是九俯卤出手 看一眼 衝入大梦 也不等了 这时候就不松死 就是插一手牌 对子是大了 三路弱 没办法腾脱的 柳佳云的这把皮蛋粉的手机 第二盘 第二盘 如佳云是一个大猫两炸 都没喊 那这样有可能变荒斑了 这边张梅喊了一分 四炸弹和尖炸弹 五六是狂炸 只能吃配顺子 五六七八九十勾弹 当然是八九七八九十勾弹K 和九十勾弹K 开局他选择了单张的九 五十勾弹K 我们要保留这个九十勾弹的可能性 直接工 直接工的话 一把地主勾弹K是可以碰的 地主勾弹K还是很愉快 不影响自己的顺劲 将来还是两把六顺 再进完 先把外面的打猫打出来 两小猫呢也明了 三路不错的 一二都不敢打 三张九还是三张七 小路配八九十勾弹的 就三张七 多一把九铺 四王定位 中路干净了 当今的这一手三路 相当巧妙 也是两小猫打明以后 逼着打三路 对 还好只掉了一刀 还好只掉了一刀 从开场这两盘来看啊 四位牌手的新牌还是思路很清晰的啊 水准都不错 六十三加不驾 高分 相比于一些男选手呢 女选手在驾牌的时候啊 更加理性一些 嗯 不会出现一些冒进的情况 两分 啊 这肯定会尝试一下 尾家牌也不错啊 但是呢 没有王 嗯 四炸弹加强 这样 捕进了皮弹炸弹 九十勾 这个不错 哦 六七八 这边看怎么配啊 皮弹炸弹是不是要破 皮弹炸弹它不用破 它九十勾 下面配四到八 五张式嘛 啊对 正好是五张式 让它开局就是单张的五 看看肩能不能过掉 将来K字路呢 是扎一对三也可以 嗯 三到八 甚至一到八 所以单张的五是必然一手 套大猫 嗯 过境间套大猫是更理想 接下来呢 就是 处理石钩蛋的三姐妹 肩背扛住 它就冷了一些 不冷的话呢 是直接大猫 一来是石钩蛋 二九十勾 那就是一到八了 一到八 对 K字路大概可以塞 慢慢尝试一下 小五顺 正好是这个顶头 顶住了 顶住了 我这边接了 接的话 它手上是蛋K的样子 张剑不应该解啊 门板 弓总是有它的道理 剑扛不住了 顶王 顶王地主应该果断大猫了 大猫之后就九十勾 对 还不要啊 门板刚才已经蠢蠢欲动了 对 又尴尬 它就像过肩 进大猫 其实肩是活的 肩过的 门板打K也没错 构成一把勾炸弹和K附鲁 哇 中路直接大猫 地主头也蛮晕的被打 大猫伸不进 所以大猫早点用啊 用它 这边勾炸弹 这边勾炸弹 我们再让它拌弹 九十勾先拋掉 必出炸弹 进担张的话呢 必出炸弹 必出炸弹 看见这担张还 还会打吗 对啊 哦 两架都不炸 顺子你们打的 刚才打得很高兴 现在我来了 下家手里 中路手里正好是五顺 短一张 短一张啊 下家肯定要来了 他没办法 他矿钻已经没人要了 现在地主就等过大猫 假如打对子的话 地主还是有一点点麻烦的 单张地主就到了 好 这张大猫 一过 胜定 相当好的一手盘啊 就是因为大猫忍了一 忍得太久 所以打的还是有点悬 悬的啊 人家只要发对子地主就麻烦 对啊 对子中路上队了 两肩 六到十肩腹 这边炸完以后 应该考虑到 那边 中路上来 直接顶了大猫 因为不存在 再有单张了 可以考虑一下别的线路 常常俘路 俘路 俘路将近 他也见俘路上了 对啊 门板手里还要把K俘路 只要不打单张就没事 实在不应该落单了 这就是地主一直冷浪啊 给农民假象啊 因为他没有大猫的 这把牌我们看看张静 手上是只有一炸 非常苦的一把牌 配六到十 七到K 三四的飞机 王傅的大队伍 我们还是带着炸弹进入 一到七了 一到七地主八到七到K正好 但问题七到K拿不到牌权 还是等于零啊 拿不到牌权等于没啥用 换一下打打 总是单张了 门板已经攻到这个时候了 中路手里还有一把四张钩 应该会得地主造成绝命的打击 这张王肯定得过 过啊 这也没什么好想的 下一家要攻啊 他攻没意义啊 谁上三框啊 你还是老老实实落单 你这个三框都给人吃药吧 把小白钱打完 结果也没牌可放 勾正好堵住 痛苦 真不要 那怎么换呢 五毛春 五毛春 好 一到单张一打 想他还是应该是411的牌 嗯 拉给他上 果然 这样 有一张四也不是死牌 嗯 只有五道士 三四带一啊 枪冲 把一二搭进去吧 关键中路有炸 怎么打都不行 好正这边张梅没发力啊 四到八的话 给人家六到十逮住 这个时候 这个就 马上来说 你地主这只有一炸 可是没带了 而且没大猫 只有刚看着农民发力 哦 鲁家云 又拿到一手不错的牌 终于叫了 大小猫两炸 这边会抢 五张四六张五没抢 下面四小队 三一队 五一队 六一队 八一队 上面是只有毒王 炸弹倒也有四吧 那开军只能对着少一张七啊 是 这牌太痛苦了 那对着打 要打多少手啊 那补成这样也是挺奇葩的啊 打也打一倍三啊 因为将来有可能变十勾搭五六的 两K就不要了 满板没有 自己也攻不了 外面没有两王塞 吴家云还是把王过掉了 因为这张王呢也明朗 人家两K我就不要了 继续对着 六一队 他十步的是大一队三 通话对着都没能要 这也有意思啊 两张皮蛋 也够了 必须没分两张尖 因为分两张尖外面七张王呢 分了也是白分 所以只能让过 再来一批蛋 再来一批蛋 重路没排队 重路什么都别 就等你们五顺来放给我 肩部破掉 股虫是不可能 两肩分开盘当对子来指击 等着五顺 终于传出来了 那这样 吴家云也是很果断 马上开炸 哦 这边四王也是发动 选择了七八 搭三四 再落单 再让出的话 留一队尖 就要等地主自杀了 守住他对子 是吧 嗯 师傅如果刚好地主又过不掉 还真的是 苦啊 苦啊 手上还有两三队呢 下一家又是形成了一个队子的格局 之前打对子呢 下家是没要的 地主会不会出现一个误判 以为是两框 哦 这盘有意思了 接下来看怎么穿 他只有穿大家那三了 没办法了 这盘有意思了 那就是张定的两间不分地主是输定的 分一分地主就是实力有可能实力逃生 过七 那门板还有炸 哦 过了 我来看看啊 有点变化 这边追下来吗 追下来再落单 门板还没炸过是吧 门板没炸 门板将来两框 刚好地主还是不够 现在再打对子呢 两皮蛋倒是做大了 但是也没用 这把四张签肯定是要炸在中路手里 三副打一队五 四张签炸了 你假如留三张牌就好了 他留个两张 三张牌他一炸打个对子 留一框 就有机会了 这两张八都全场做法 他刚才三副的时候是有一个机会的 嗯 他打尖副他就赢了 只有这么一个机会 就四张尖啊 嗯 他尖副打一队八 然后打出两张皮蛋 哎 只有这么一个机会 守住一路 守住单仓啊 夏家明的是尖了 王都到齿了 炸到四王 这边门板三王 对 这个时候四肩和三肩的作用是一样的 甚至分三肩带掉一队 留一张肩 这里边一点点小的变化 在残局里面保留一张点子牌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张签两肩不分的地球是舒服的 没办法躲的 嗯 两分 吴文文 今天的牌运是相当不错的 起手是六 五张六和五张三 还有个大猫 还有4K 还有4K 起手大猫三把蛋 没头撩多算客气 嗯 又补出第二张大猫 虽然炸弹是没有增加 炸弹级别高啊 嗯 三把 应该说是重磅的 K以下的炸弹 都炸不过它 现在呢 中间有点乱 嗯 所以张王 把王先扭掉 让一手 争取第二张王过掉这件大猫 先避开两张小猫的实际 这张大猫会用 单张的8 将来有可能配7、8、9、10勾弹K 或者是就配8、9、10勾弹7负弹 所以单张的8是必须打 它不准备拆K炸弹 那就直接单张的10 两件看看还能不能分开油调 两件它不需要分了 7负弹打两件 啊 反正这一家是可以出牌 中路呢先粘住 分间 那刚才打一张10不好 打一张8好 这里面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嗯 就可以变成K-Blue 打一对7 现在只能单张的勾了 变成九道间 先打顺子 先打顺子 想拖一手 那你打单张的勾好了 过境间的话呢 能保留出K炸弹 对啊 哎 中路没炸 好在中路是五张式 也蛮厉害的 啊否则就是 闷蛋格局 我这把牌 这就还是要输啊 K-Blue也不大 他就等着俘虏进一手 现在驴家用的正好也是这样的一个牌 要么就落单 哦 但中路会冲动啊 中路 中路也是三路的牌 怎么办呢 刚才人家打三张7的 总不定的回三张5吧 也是对子 对子 对子可以 先过一对8 让中路难受一下 中路难受一下 中路也难受啊 接下来怎么打 现在呢 现在呢地主逼急的就是靠五张三来冲刺正好被五张四逮住啊 逮住啊 冲入这个牌也是确实痛苦啊 全神 再打一张9吗 那只能这样 靠门板顶再穿对子过了 7对对穿过了 这边动2K 90 那中路接两张皮带 好 最后的四张牌了 有味道的一手牌 肯定了 把这张皮蛋打得好 那虎翁呢只能分K 分一分 一张K来骚扰一下 这牌也是真的有味道 接下来怎么穿了 再对子就过2K了 前面对子不利 还是不够警觉 还是打赢了 漂亮 这增多的可以的 嗯 今天四位女将的确啊 都在水准之上 现在是我们一家独营的状况 很有机会来获得晋级 明天玫瑰胜典正赛的 第一张门票 我们今天呢是 获得前两名的都可以晋级 所以剩下的三家负分 也都是有机会 是 炸弹四把大小猫 牌有点小跟前面一样 三一队九一队 十一队五一队 皮蛋一队 少一张八 啊 破四炸弹怎么可能 开局就三一队吧 就是队四烧了 让农民去选择两王分 这把牌地图呢靠 那种贬值的实力来战胜农民 当然首先是让农民公布起来 战先一拉长 农民的牌匾实力啊都会陆陆续续的消耗 先单张了七也可以 怎么配牌 还有这么配牌呢就可以 一到五二三到七 好像不太愿意 四手都三手都落牌 还多一堆死 小猫浪过张金 嗯 这个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失误 造成了农民的错觉 那现在张金要弥补的话呢 是马上把小猫打掉 否则的话呢 好对子 对子 没想到自己的王会偷到一手 对 现在改打对子啊 农民的两王都不一定有心情下了 不下就两王吧 自己对子实在太多了 还有不要了 扫一张八真的是扫得太痛苦 对子 林佳云今天两次当地主 补牌都补得很散 刚才对子打了没打 还是应该落袋 好在看起来农民现在牌也不整了 过一张勾 张梅是像配buff 平弹副的 现在在张梅和胡文文两家手里 看到的情况是地主奔小猫了 哈哈 看一下 直接buff了 就没什么谦虚的 地主这边附录也没有 肩附录 他只有这样 但是中路会上 不吃一手肩附录 还敢可以的 马上炸 现在还有四队啊 也只是这就太多了 对子实在是太多了 两间 被两王带走 对子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想到你手上有小猫 他敢打俘虏 死俘虏赶穿了 这就是建立在你刚才 张剑的小猫躲一手啊 反正农民心知道你十张牌里面有一张小猫 俘虏呢你是五肩破的 这肯定是俘虏不利 比如说只能王俘虏 打一对死 然后下加五张七出手 一水定一 没办法 这几把牌对着实在太多 两分 这牌两分是有点冲动 但是张剑不给他机会 直接爱撩 也是没大包的 六张勾 四张十 四张七 三把炸弹 只有三炸 八九飞击 开机三副 收拾开机 看看K副罗有没有机会 难啊外面 他自己手里独仙独王 这边把三一队也搭走了 不放人了 三肩伸在下架手里 下架自己想攻了 对 过了七副罗准备 K副罗再收回 再回到担担 如愿的伸进了K副罗 现在手上剩下的三框 带一把飞机 看看这个肩王谁能过掉 对 王他过掉问题不大 反正看这张肩 嗯 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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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直接顶K啊 门板有点松啊 两肩没有动 地主炸弹要偷一次 这个偷很难偷啊 你单张不立 能力的炸弹都会追下来 嗯 有4皮弹和4王 可以压制4张7和4张10 而门板手里有4张6 可以炸你的飞机 正好升值了满蛋 先把两肩坏的 两肩其实已经完美到位了 因为 张梅是肩负的 地主过了一肩 门板点了两肩 所以肩到位之后呢 他应该2K啊 还是可以顺势的再移 张上去 就看这一手了 张梅 四王 哎呀 没炸 炸下来啊 那这样卢家营的炸弹是闷蛋 这张梅为什么不炸呢 是啊 松了一手 你炸完了打一张K 外面没煎了 然后一张都大猫收起了 是吧 好 给张姓剪了一盘 2分 有时候 有时候四王生神炸弹啊 对于排手来说 真不一定是件好事情 炸大猫嘛 觉得太浪费 不炸呢 就变闷蛋 这个是经常发生的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对啊 经常是选择的时候啊 会算错 主性没选择 对 人家4K炸出来 你四王盖上去 你他一选择 往往就是 吃门蛋 门板要弓 只有对子 不想弓的话 那就是单单的皮蛋 或者单单的K 穿牌 不想弓 我感觉啊 如果是男选手握到这种排面的话 多半是会选择来进攻的 直接把对子的排线打出来 只能一张死 对主现在手上是十傅鲁呆对齐 谋求呢 农民顶王传对子过来 哦 给他这张王伸进了 是不是继续落单呢 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继续落一张弹 直接十傅鲁了 现在手上呢 是四炸 哦 王伸入打了一对戒 这边四张武管上 嗯 终于现在有一张引罐在手上 嗯 配四张四呢 炸弹就不大 嗯 他应该会想的是三到七 七刀可以连八身 船什么呢 没排船啊 对子中路肯定不要的 三王大两间的 那弟子的两间是顺势过掉 而且盘面上两张酒也是最大的 那这样 如家银发展下去也值得他拿下了 哦 这四K一炸的话 逼了中路五张四出手 没排打了 九一对过的 到了 中路没打好这把牌 王伸入 搭一对戒 嗯 三四六偷一手 小炸弹应该会铺上去了 铺上去打什么呢 打队子 但是要他不要了 啊 八一对 帝主 王一对 这九一也没必要了 那帝主之前自己打队子的 哦 过皮段应该不太久了 那怎么办呢 过两王他也输啊 没炸弹了 过两王就等着门板炸弯以后再穿一对 对 十副入冲刺也不能 也赢不了 赢不了 下加还有三购 哎 这边两间帮盗盲 这次帮盗盲地主也是难受 是 有一张了 这边门板有炸弹了 三张是冲不掉 你只能炸了 没有变化 冲三张十 插一口气 三四五六一简直 多了一张四啊 对 炒了一张七 这个一进一出 哎 这边没有 不要啊 这什么情况 死活也打不硬了 一张四 小放你也放不掉 他不清楚 明板黄 只能皮蛋啊 要么就拼实 要么拼皮蛋 拼皮蛋呢 就是 现在接了啊 嗯 再打出一张K 让他门板混过去 今天出现两次这样的情况 一直张劲啊 嗯 小王没错 最后呢 张没 对子没过 两分 三尖三王 两把炸弹 这牌的确是可以尝试一下 哦 陆家云拼了 震三猫 这次牌 看补的整不整 比刚才两把一点 好好很多 嗯 戴四五 七八二飞机戴四五 两 炸弹是两把 但是又震三猫 三张三 打一对肩吧 上来索性打个骗招 是 七八大四五 他还没准备过皮弹 就是这个 一把三分脱手上来 哇 这边很省啊 五到肩 直接就是 两把炸弹 嗯 把卢焦英的炸弹 全都骗下来了 那不行了 这个牌太妖了 他这把牌没打好 他 先打七八飞机可能好一点 同样张军也要炸 中路也一炸 确实不够 乌家云 正三猫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嗯 就这么莫名其妙被斗掉 今天儒家云 这个牌运实在是有点糟糕 照没总归出击啊 哦 张军两把炸弹没叫 还有大猫的 一分 这边不进入荒番 两分 嗯 卢家云反正是 八把要拼 炸弹又有四把 这个牌呢 实在是准备拆了 七八九是多了 拆了之后牌整一点 是 K炸弹看看能不能进手 哎还真是啊 K间都变成都是炸弹 K炸弹能够带掉两间 这样的话 变成了一张小猫 一把顺子和一把食俘虏 嗯 打一对几也可以 啊对 索性就是食俘虏 他看俘虏好像有 有利可图啊 小猫是坐等农民拿到牌拳以后来落单 对 K俘虏还拿牌拳了 这时候拖到他就到了 七八九是够啊 四王式定位 俘虏意外打穿 中路怎么会没炸呢 中路四张三 炸完之后 直接打猫 肯定要爆 感觉还是不错的 小猫一破 跑弹 三把跑弹 用最快的速度扳回一城 但是刚才打输是三档 现在追回是两档 比赛时间转眼只剩十分钟了 张静呢现在也不想冒乱出击 毕竟今天第二名也是可以进去 张静也在等 等牌啊 反正胡佳文总是一打 一分 不慌分就是 又把卢家人逼上去 只能出击啊 哦 没叫 这一排他想想算了 还实在太难 实在太难 什么都没有 五六 打三四 同样 只有两仗 他这个牌就整很多啊 八九的飞机 一个K一个大猫 两毛 打两仗是没问题的 打三仗呢 要看 打四张皮蛋是不是定位 聪明也是三仗 八九再扔 四张皮蛋还真定不了位啊 定不了位他缺了一切 先扔高腹路还是先八九 八九扔完再扔高腹路 一路一路冲啊 他先打高腹 先八九 先打开五张皮蛋 炸了 忍不住了 炸弹出来了 炸弹传什么 本版的牌是挺整的 少一张五 他不整 他只有一张五 哦 少一张五 是是 五顺传出来 看现在这边中路街 看三到八 地主大猫 地主大猫两王 这就是 过K 哦呦 他是分王去了 他觉得两王也是一手牌 不要再往看看能不能过掉 这个是关键的 过不掉就输啊 我这样把牌打短了就过不掉了 对 四框 四张牌 他是怕打三张 全场最关键的一手就是这张王 轮板顶王传对子 再顶王传对子 传两下地主崩溃 哎呦这个 漂亮 这个是我们电视前的观众 这张王 最刺激的时候 这张王 哎呦这张王没顶 顶了王传对子地主就被绝杀 现在地主呢就是有一次够哥夫鲁的机会 因为下架炸4K 中路炸4王 K还过掉 过K他就输了 哎呀这被一碰上去了 这卢家云啊 嗯 胡文文需要输的牌 您差阳错 嗯 本来是 有机会赢 是 就是两王不分 有机会赢 哎呦 卢家云这张今天干嘛呢 这是帮到忙 帮得厉害了 嗯 就算中路压不住的话 还有门板呢 呃 其实卢家云也想过 这个胡文文赢出啊 没什么关系 关键还是要抢 跟另外两人来抢 最后七分钟 哇没炸弹哪 什么牌啊这是 而且是投撩的 对 那农民有炸弹吗 农民有炸弹吗 农民有四王 中路有四张三 看能不能把这两把炸弹 先骗出来 咕噜两家又都让住 咕噜大队K干嘛 他也是大队K 第一把炸弹被骗出来了 骗出来人家就冲了 打过顺子的 打过石夫露的 嗯 哎 党K签 党K签一碰他又碎 党K签不碰他拿不到牌权 是啊 他应该碰 对啊 碰了落单 就算碎也情愿了 这个牌 嗯 嗯 张梅应该是打9到K 空人两间 那么这样呢 匡方少一张 就形成两匡 过一张K 过K是准备打无炸的一个 有飞机 两飞机 带两队 嗯 或者就干的也可以 关键是张进也有啊 八九 这样 卢家云已经基本上没希望了 就看最后五分钟啊 张静和 张梅 两个人再抢另外一张文票 独扎地主 今天卢家云 不做地主啊 每一次都是酷盘 哈 还有叫盘机会吗 没有了 没有了 这最后五分钟了 你总是让另外两家了 狂翻 张梅还忍得住 文文也不要去叫了 反正你怎么 爱肯定有了 一叫呢 张梅又危险了 张梅老是不叫你怎么 最不像的呀 看看 牌是怎么样 克梅 照理前面一个顶键 将来配一到六 或者二到六 六到K 九到尖的这个顺子格局 不想工业不想工的好处 就不会发油包了 我自己没大猫的 没炸弹 你这样顶地主是最喜欢的 没危险 你总会会降格的 降格了我就会过牌 而且呢 这样打下去的战线也会拖长 比赛的时间就没了 我怕已经转了 外面只有一炸 但地形的手术又很多 这个肩货的不便宜 原来是九到尖可以 出入强松 强松能够正好 打进一 K永远过不去 三路也不大 下家还有三K 确实没办法 两方总要出手 就三分钟 那这个张梅和张静 张静可能会不叫 张梅你是必须要做一把三档的 看来 所以八分 对 你要两档打赢的话 小分还吃亏呢 应该是 就是不叫 这把也没法叫 张梅这一步就肯定没机会了 所以最后他 说明还是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 看看这把牌 他五六的飞机 炸弹是只有两把 五六八九 其实有点变化的 是没什么变化 他就处理掉 上面是多一张钩 九幅度搭一对十 尖幅度搭一对三 五六的飞机搭弹K 八九的飞机 炸弹太少了 只有两把 外面农民的下家有一把四张五 门板一把四张四 炸弹是二对二 对啊 鲁家用两把飞机搭去 好 破了一把先 八九只勾弹 强行碰 应该碰 五六可以搭 八九 三飞 留一个小毛 搭一个对子 索性再不要 再不要就小毛 一样 受败了 确实这把牌太差 现在四王炸怎么样 门板还有一张 确实没办法 是 九十一大堆三 今天是不是搭一堆十 没用 现在机会都没了 因为中路没有五张了 对 也没有 他这个牌 呼噜还带不过来 少一个三路 多两队 这样张静和吴文文 一号位和三号位 今天胜出 将进入到明天的决赛了 比赛时间也只剩下 最后三十秒 没有意义了 今天胡文文的确 表现是相当出色 而且牌也比较顺 而卢佳云呢 地主术不爽 对地主术不爽 但是也 牌补不好 牌每次都让人看得哭笑 拜拜 现在发力晚了 早点狠 其实张梅之前 有过几把可以 有一个大猫两把炸弹 很好的机会 都直接放过 他可能想等牌 再好一点 再好一点 可惜就再也等不到了 不过总体上来说 今天的四位女将 的确啊 都是 发挥不错 发挥不错的 而且看得出来 打牌都是有一定功底的 今天胡文文能够胜出呢 也是实至名归 恭喜他和张静 也是期待他们两位 在明天我们一起 要打牌六周年 特别节目 玫瑰盛典当中 有好的表现 那也是感谢各位 收看今天的这场 特别的比赛 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 你快点快点 跑过来 让我刷大牌 让我们刷大牌 把头抬起来 有话说出来 感觉被你重拔 我们下转发了